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再次面对司法重挫 历经将近9年和劳务澳洲金矿公司的司法诉讼中 联邦法院伍斯今天以三对二的投票结果 驳回了当今大马的上诉申请 当今大马必须支付总共55万令吉的赔偿 法院裁定除了早前上诉庭裁决的20万令吉赔偿 和15万令吉堂费 当今大马这次还必须为本次上诉 另外付20万令吉的糖费 根据当今大马报道 这55万令吉的总额还不包含利息 当今大马总编辑严重庆对裁决深感失望 一位金矿公司起诉居民的另一宗案件里 法庭裁定居民慎诉 但是在本案法院却裁定当今大马 在报导居民的言论和新生时 犯下了诽谤罪行 这家金矿公司在2012年9月入禀高庭 起诉当今大马的文章构成诽谤 并影响了公司业务 这家公司目前已经清盘倒闭 今年2月 联邦法院在另一起藐视法庭案中 裁决当今大马罪程 罚款50万令吉 换言之 单单是今年当今大马 已经为打官司付出超过100万令吉 1 2 1 2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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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